一对小行女来到了玉米地里 就在准备干活的时候 一个屠夫忽然出现 当场将男孩放到栽地 女孩被吓坏了 挥过身来转身降跑 却给屠夫一刀流汗 拎起着一条腿直接拖走了 两人被带到一个破旧的农场 屠夫将女孩绑在椅子上 这时女孩醒了过来 一睁眼就看到屠夫在截裤腰带 女孩整个人都不好了 身体抖得像得了帕金森 生怕被屠夫毁了清白 但下一秒 屠夫只是用皮带勒住了他的脖子 显然对他毫无兴趣 女孩弄了 啊我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还看不上 气得催了屠夫一脸口水 这下屠夫也火了 必须给这小娘们点颜色看看 但拿起一枚大钢针 把女孩的嘴巴缝了起来 这下看你怎么吐口水 没了女孩的吵闹 屠夫心情愉悦的准备去处理男孩 他拿出不知名药剂 刚要给男孩注射 身后的女孩却扯烂了嘴虫 八神呼救 屠夫反了 把药剂注射到女孩体内 很快女孩便浑身发软 瘫倒在椅子上 屠夫精心挑选了一个麻袋头套 套在了女孩头上 画面一转 屠夫拖着一个浑身套着麻袋的稻草人 再次回到了玉米地 把架子牢牢固定好 稻草人的任务就是守护这片土地 谁知就在不远处 另一个女孩在玉米地里迷路了 一个女孩在玉米地里迷路了 就在她不知所措之时 一个黑影将她拖进了黑暗中 就在小美绝望之时 黑影放开了她 这人是个小胖子 她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跟小美说 想活命就跟我走 小美跟着她来到农场 小胖子刚要说话 屠夫回来了 小胖子连忙让小美躲起来 原来她是屠夫的儿子 屠夫让她把之前抓的男孩拖过来 这时的男孩也被缝住了嘴巴 准备将她也做成稻草人 男孩被疼醒 可嘴巴被缝着 她叫都叫不出来 小美被吓得紧紧捂住嘴 随着一拳拳砸下 男孩眼看要承手不住了 小美突然大声喊着 让屠夫住手 看着送上门的猎物 屠夫毫不犹豫地收下 等小美醒来 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这时小胖子拿着刀进来了 静止走到小美身后 割开了绳子 这一刻 小美对她的感情无以言表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屠夫寻声追了过来 小胖子立马掏出小刀 威胁对方 让小美离开这里 她一直看不惯父亲草菅人命 任无客人才出手救下小美 小美趁着两人对峙 赶紧逃了出去 小胖子刚松了一口气 就被屠夫一刀带走 苦毒还不识自纳 可见这货已经禽手不如了 此时小美逃到了玉米地 不知方向的拼命跑 突然 身后的稻草人发出了声响 在好奇心的驱势下 小美走了过去 随之刚摘下头套 就被眼前的场景吓哭了 之前的女孩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小美只能继续逃命 跑着跑着又遇到一个稻草人 女孩在玉米地里拼命奔跑 突然看到一个稻草人 她硬着头皮走过去 就在即将靠近时 稻草人突然冲了过来 小美转身就跑 稻草人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 小美脚下一划摔倒了 稻草人立即追了上来 小美奋力挣扎 拽掉了稻草人的头套 果然是恐怖的屠夫 她拼尽全力刺伤屠夫 接着一脚踹过去 转身就跑 小美在玉米地里穿梭 再次听到了呼救声 她寻声赶了过去 发现一个稻草人在不断挣扎 她忍着害怕去下稻草人的头套 原来是之前的男孩 小美立即决定救下男孩 连忙去解绳子 完全没有注意到 屠夫就在她身后 小美瞬间被打倒在地 就在屠夫要下杀手之时 男孩在身后拼命吼叫 屠夫觉得吵 直接一寸子将男孩赶晕 等再回头 小美已经没了踪迹 她在玉米地里疯狂逃窜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 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 发现路边停着一辆车 赶紧爬过去求援 可车内的小伙子 小美的呼喊 可然的小美被赶来的屠夫拖走了 第二天 一群乌鸦成群飞过 落在一个稻草人头上 不停着着稻草人 稻草人拼命摇晃脑袋 头上的麻袋掉落 正是被做成稻草人的小美 她的周围还有无数稻草人 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折磨